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继续来关你什么事 讲时事 讲逃犯条例的修订草 其实真是引起人心惶惶 也引起国际关注 大家都担心影响到香港的法治 和一国两制的实施 其实勒家杰 你听了很多消息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 不单是香港人害怕 还有一批人会很害怕 其实逃犯条例修订了 香港变成武掩鸡笼 因为一国两制的精髓 如果你一天在香港 你是受香港的法治制度的保障 你是不需要担忧 你会被引导回到内地去接受 好像处理王全璋的律师 或者她的爱人李文足女士 那种遭遇是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但是现在呢 林郑要做的事 就是要抽离 抽离这个 抽离这个保护罩 令到香港 不要只是在香港住的人 经过香港 就算你去看大佛 她都可以周了你的 其实一样 等于孟晚舟 她都是过境加拿大的 她都是 加拿大 受了美国的引渡要求 就将孟晚舟 虽然她是过境加拿大 就将她扣留了 那其实 将来呢 习近平就可能觉得 喂 不要只是被特朗普玩了 我都要扮一下特朗普 那变了呢 过了之后呢 那香港就变成加拿大 这个 林郑呢 就变成加拿大总理 杜鲁多 那习近平呢 就变成特朗普了 那 所以这个影响 为什么这么大呢 就是这样 你看到呢 除了说香港有些 有钱佬商家 是出声的 其实 政党方面 自由党也出声的 大家不要忘记 自由党 还有呢 就 香港的 美国商会 是 香港的 美国总令市 以及 欧盟 驻港的 办事处 的 主任呢 其实 全部呢 都是用一个 挺看有的 高姿态 来表达关注的 这个 我是很容易理解 因为 正如我刚才说 任何一个 这些国家的 国民呢 只要他是 路径香港 都可以变成 孟晚舟事件里面的孟晚舟 所以 他为自己的国民 为在香港的 那些 投资的 那些公司 去 保障他们的利益 是并不为过的 而且 大家还要记住 就是这样 现在美国呢 用中共的语言 美帝 就虎视眈眈 是不是 就常常想 移动 中国 那他怎么移动呢 他当然是说 喂 你香港 越来越 不是 两制中 有一个 防火牆的香港了 你现在越来越 好像 是将那部防火牆拆了 变成内地的 一个城市一般 当人家虎视眈眈的时候 你特区政府 还为他那支 机关枪 上弹 怕死他不够子弹 打低中国 还要给那些 最最劲的武器 逃犯条例修订之后 就是将一国两制 这个防火牆摧毁 刚才说过商界 说觉得 这个尖尖刺起 握手清庆 有九个 这个罪行 拿走了 以为 这个 特区政府给你面子了 中共呢 真是听你的那支笛 但是记住 这个防火牆 现在 拿走了九个 罪行 只是将他的洞 縮小一点 是不是 但是这个洞 一旦出现了 只有 变得越来越大 最终 是导致他 塔坊的一天 一定是这样 所以 这件事 是要大家很小心 还有 我真的觉得 现在林郑政府 这样大力去推 好像 虽千万人 吴旺耳 这样的气概 是 其实 他有没有想清楚 他是在做一件好事 又是坏事 而且记住 这件事 不单止是 从香港的本位去看的 如果你说 现在美帝 是在虎视眈眈 想移动 中国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现在这样做 令到 美国 更加有多些 弹药 来到指控 香港再 不是一个 可以信靠的 是 是 擁抱同一套价值 制度的 一个商业伙伴 和盟友 如果一旦是这样 习近平可能都不肯过你的 林郑 是 因为 现在 我相信林郑 你都担当不起 嗯 这件事 其实我都 跟 我都认同 梁家杰所说的 因为这几天 我都不太担心 这件事 逃犯条例 几天之前 但是这几天 这几天 就不断的 跟商业伙伴谈 大家都 怕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一旦是落实了 就会有外资 撤资走 很简单 我是外国投资者 或者公司 我不信你不和中国做生意 嗯 那你第一件事 就是说 我都不知道 有没有以前做过错的事 或者有担心 那就撤 撤去 那些钱就拿去 新加坡 或者办公室去新加坡 其实有很多东西 其实现在都拿去新加坡 比如是银行的结算 应该是新加坡做的 那现在就 顺手 不是新加坡的笑 得益 但是问题就是说 当这个影响了 投资信心 就会慢慢滲透到我们经济了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 国地的金融中心 当外资不信 的时候 你的金融中心就散了 那另外 我考虑到 如果一旦落实 这件事 会不会影响 因为外资撤走 或者投资信心 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 比如股票 当然会有反应 我觉得也会有反应 但是楼市 就可能 林郑成功地会推倒她 你这么说 关Sir 是不是因为林郑特首 帮我们买楼呢 都有的 这是曲线帮我们 有机会 其实我担心什么 香港如果看基本因素 那些楼市 就好像很难落 除非外围是一个大震荡 但是我总是觉得外围大 要等 但是我猜不到 是现在有内在里面的震荡出现了 有地震荡出现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那些人是那么害怕 可能有个移民潮 不要害怕 甚至即刻出现 就是一个股票 一个颜艳式的下跌 接着那些人的楼 就开始有问题了 就信心叉了 这个情况下 其实你当年八九年 出现了六四之后 那个玫瑰园计划 为什么来呢 其实就是因为 当年有很多人移民 那么政府又进来 要稳定民心 如果落实这件事 我相信 这条法案落实了之后 如果产生这个效应 你弄了十个玫瑰园计划 都没用 为什么呢 根本没有人敢进来 留下一些人 就说 我梁文你没事 有些人说我没事 但是有些人是 怕 一天 他用这个法例 可以嫁住我头上 一用 我就会呆住 这件事 其实是担心的 现在这条法例 引起一个 令到很多商界人士 感觉到 这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很厉害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真的过了 我相信 那个负面影响 即是会看到的 说到一件事 可能你的朋友更害怕 你要留意 但是大楼的入品 其中一件事 他要求法庭颁令的就是 说这个条例 修订之后 是不可以有追溯力的 你记得吗 他那个入品长 是有这么说的 但是李家超 他们已经出来说了 怎会没有呢 一定有追溯力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程序上的 技术的一个安排 杀人 从来盘古猜都是有罪的 所以呢 有追溯力的 好了 有追溯力是一件事 现在我们不只是开放了 中国内地 作为一个可 逐次 申请引渡在香港的人 去该国受審 如果林郑这个暗渡陈仓 是成功到复的话 包括什么国家呢 伊朗 伊拉克 安哥拉 这些全部都是谈了二十多年 谈不定的国家 瞬间 变成可以向香港申请 引渡那些人去该国受審 做不止 这个是可以追溯的 即是说可能十年前 有些苏州市不定 十五年前不定 二十年前都可以的 这么大人害怕 所以呢 这件事 我真的觉得 林郑和李家超 是 无敌 因为她无耻 她玩大了 她真的可以罔顾了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 96年那时候 已经首肯了 同意这件事 谈了二十一年谈不定 还有呢 谈不定是有理由的 就是因为这些 中国内地啊 安哥拉啊 伊朗啊 伊拉克啊 全部都是不让我们 相信 从香港交出来的逃犯 是会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 那么突然间 林郑就说 哎呀我有测忍之心啊 因为这个死者的母亲 是 两个月之内 写了三封信给我 我就现在觉得 没有可能 不去做这件事 要她放出来之前 这个男人 放出来之前 7月 一定要过到这个条例 那 就来到呢 是逼 我们 就说 你们每个都没有测忍之心 你想逍遥法外吗 令你这个杀人犯 这些完全是不诚实 是 骗鬼吃豆腐 嗯 点红点绿的东西来的嘛 就是我觉得 就是 星期日 那天呢 有那么多人出来 你记住那天 走呢 其实那个号召是很短的时间 是 而且是没有什么宣传的 是啊 真的不知道 走完才知道 那天还下无无小雨的 我觉得都有成 一万多人出来 我是觉得 香港未死得 香港人呢 开始明白 这个是一个切身的问题 比起23条 正如现在李柱明先生说 是更加辣 更加有害 更加毒的 你想想一下 23条 假的 都是根据香港法律 在香港法庭 受審 当然 判你监 都是坐赤柱而已 我赤柱嘛 但是这个 保护罩一拿起 香港变成冒险 雞龙 你可能被引渡去 这个北京啊 用大陆的 那些对付王全璋律师的 那些程序来審啊 審完之后 可能你如果够资格的 去巡城监狱 那你是不是严重的23条呢 还有啊 大家记住 刚才我都说了 还有二十几个国家 又是谈不够的 二十几年 按过来啊 依赖客 伊朗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那些监狱是怎样的 巡城也有些人 进过去告诉你 那些地方是怎样的呢 追溯力是无尽的 那就是说 大家就会 有很多把刀 你都寒着在你的脖子上 製造的效果就是人人自危 白色的恐怖 是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要认识多些 我这两三天 都是急就张 地问问朋友 不是啊 你很清楚啊 现在我很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都因为 对不起以前得罪了那四个特首 其实我都应该认错的 我也是讲笑跟你 太迟了 太遲了 已經太遲了 明天就已經是首讀了 接下來就交給內務委員會 到7月的時候 再有三讀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還有沒有機會 可以挽回民意呢 還有香港人似乎都是有些後知後覺的 不是 我覺得這樣的 因為你很難怪香港人的 因為大家都穩食辛苦 生活壓力很大 是不是 每個人都想著 我又不是像大樓那樣 或者我又不是像有些河先生那樣 在大陸做生意 我又沒有包兒拉 是不是 我又不想殺人放火 我又不是去講政治的議題 去踩政治紅線 沒事的 所以很難怪的 但是你解一解清楚 每個人就會知道 不是你不做剛才所說的 你就一定沒事的 有一把刀就航在這條頸上 只要一個就是這樣了 所以我希望多些人多些解說 譬如關你什麼事 功德無量 就是做了這個一集 多些人可能有機會明白 究竟現在 暗渡著陳倉是一個什麼一回事 那麼多些人明白了 我相信呢 因為是有切膚之痛的 是切身的關係的 我相信由現在去到七月 是會多了人 是會因為明白 因為了解 而站出來 是反對這個條例的 結果我想下處走 你以為我會怎樣做呢 我要求大佬 先走 這樣就有震撼力了 你説藍山是吧 誰是大佬 大佬 他也是大佬 大佬 先走 然後呢 哇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我想是可以耗著多十萬人出來 希望社會多些關注這次的議題 這個逃犯條例的修訂 了解多些對我們的生命 或者我們可以在享受到 香港這個自由體制的時候 我們擁有的權利和義務 多謝梁家傑跟我們講解 希望你看到你在其他平台再講解多些 給市民了解究竟逃犯條例是怎樣的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談 拜拜 拜拜